試著張開眼睛 但是你沒有辦法張開 直接進入到很放鬆的狀態 好 很好 我沒有睜開眼睛嗎 你沒有睜開眼睛 來看一下 沒放啊 我記得我有睜開啊 試著張開眼睛 但是你沒有辦法張開 直接進入到很放鬆的狀態 我是古阿默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催眠的體驗 在很多電影裡面 譬如奪命催眠這些電影中呢 都有一些橋段 就是譬如壞人 或者是某一些心理師 他們會對主角進行催眠之後 被催眠的人 這個時候 你問他什麼 他都會不自覺的就回答你真相 真實沒有說謊的內容 或者是 催眠師還可以在這些人身上下暗示 當你聽到某些詞的時候 你就會做出特定的反應 比如 大魔王對著女主角 下了暗示之後 當女主角聽到 聽話 女主角就不能動了 所以問題就來了 催眠 他真的可以做到 這麼誇張的地步嗎 我們今天就來實際了解看看 那經過我們四處探訪 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一個願意讓我們拍攝整個這個催眠過程的國際催眠師趙老師 我們現在已經在他家了 現在我們就去 好好的切磋 對 好好的體驗 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麼回事 阿末 你好你好你好 真的要麻煩你了 謝謝謝謝謝謝 那阿末我們在開始之前 我們要先做一下測試 我們是在測試你 能夠接受催眠的深度到哪裡 請你眼睛閉著 你會感覺到眼睛完全的閉上了 完全的放鬆 那怎樣叫放鬆的感覺 就是你試著張開眼睛 但是你張不開 那種感覺就叫做放鬆 當我數到三的時候 你嘗試雙眼 張開眼睛但是你沒有辦法睜開 一眼皮被無形的黏膠 像無形黏膠一樣黏在一起了 二眼皮黏得越來越緊 三四的張開眼睛 但是你沒有辦法張開 直接進入到很放鬆的狀態 好很好 靜靜的享受著這 閉著眼睛舒服的感受 然後你會進入到 很深更深更深的催眠狀態 然後第二個啊 我會把你的手臂提起來 手臂會固定在半空中 你的肩膀手肘都好像用螺絲一樣 鎖得緊緊的 即使我等一下晃動你的手臂 你的手臂會充滿彈性 放輕鬆喔 手 就像螺絲一樣 好 非常好 好 非常好 好非常好 來我們現在把手臂放下來 然後現在呢 我們要進行下一個測試 主數的方法會變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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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 放到另外一个 它大概是摄氏 三十几度的温水 你的毛吸孔会有刺刺的 痛痛的 麻麻的感觉 没有 没有哦 好 等一下呢 我会从一数到三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请你张开眼睛 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 你会看到你对面的 可能是墙壁上 或布上 窗帘上面有一个时钟 请你描述一下 现在是几点几分 一 二 三 没有 没有 好 我稍微跟你解释一下 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催眠深度测试 第一个眼睛闭起来嘛 那时候说试着张开眼睛 但是你没有张开眼睛 那个已经到催眠深度的测试一了 第二步 我们不是帮你的手有没有 嗯 这样子压下去 反弹回来 你可以进入到第二步的催眠深度了 第三个 我们不是念从一念到十吗 嗯 那样的方式 好 你也可以 那就进入到催眠深度三了 第四步 你的右手放到一个冰水里面去 然后再放到一个温水里面去 你回答我好像没有嘛对不对 对 好 所以那就表示你的催眠深度就前面三级而已 第五集如果你在上面真的可以看到一个钟 上面几点几分 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 你去拔牙齿 可以不用拔牙 麻药 我们如果只有做到第六集 就是前面这支鼻 它存在 但是你看不到 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哦 你可以无痛分娩 你说第一个是睁开眼睛 对 我没有睁开眼睛吗 你没有睁开眼睛 看一下 别放啊 我记得我有睁开啊 试着睁开眼睛 但是你没有办法睁开 直接进入到很放松的状态 好 很好 我记得我是明确的睁开啊 如果你第一个阶段就睁开哦 你后面这个你是做不下去的 所以我刚刚里面埋了两个是叫尝试 你的潜意识应该有听到 可能你忘记了啦 哦哦哦 所以我们现在来聊一下咯 小时候啊发生什么事情 让你不想吃香菇 或不想吃海鲜呢 在我自己的解读里面 我觉得香菇很臭 很臭的原因是因为 我最后的印象 我吃了一碗海鲜烘饭 这个海鲜烘饭里面有香菇跟海鲜 因为小时候妈妈都会说 东西要吃完不要浪费 我被迫把这碗海鲜烘饭吃完 但是因为吃不下嘛 所以边吃边吐 那你知道人偶吐的时候会有一种味道 味道 对 这个味道可能对我产生的印象很深 所以从此之后我吃这些东西 我就会觉得很臭 所以你想到那个画面 你现在想到的话 现在内心的情绪是什么 委屈 两个故事 对就是你问我 所以我告诉你这些东西 但我对这件事情本身 已经没有过多的想法 就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我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我妈可能是被误会的 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妈妈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觉得啊 那个小男孩 当下被妈妈强迫 不能浪费 要吃完那个海鲜烘饭 你觉得那个年纪的小男孩 当下的情绪是什么呢 以小朋友来讲 肯定是委屈的吧 对对对 我猜我那个时候可能很小 他应该是在一个 没有过多思维的年纪 所以他只知道 我就是要把这碗吃完 那吃不下就呕吐 也不会对妈妈产生什么不好的念头 那假设今天你有孩子的话 你会不会这样子 逼你的孩子吃东西 肯定不会啊 肯定不会 那如果有人 逼你的孩子吃东西 你会生气吗 其实也不会生气 我会就事论事 对 我妈有的时候也是会跟 我女儿他们说 这碗饭你要吃完 或者是这个什么东西你要吃完 因为有的时候 小朋友他没有办法判断自己吃饱了 所以在一定的份量里面 譬如说他吃了第一碗饭 那我会觉得你平常也是吃这个 这么多的份量 那你今天也没有特别吃其他东西 理论上 理论上 你可以把这碗吃完 但如果接着他又吃了第二个东西 有的时候人总是会想要吃善后甜点 对嘛 那这个时候他甜食如果没有吃完 他说他吃不下 或他不想吃了 我就会说那就算了 但可能 我妈还是会觉得要吃完 其实我觉得 不会到逼 可是小朋友 不是善于表达的年纪 所以我大部分的情况下是 等我妈转身离开之后 我会告诉我的小孩说 下次奶奶叫你吃完 你要问奶奶为什么 我吃不下了 为什么我要吃完 所以你能够感同身受你的小孩 对不对 那现在啊 我们就眼睛闭起来好吗 那一样喔 深呼吸 放松 吐气 非常好 你想象一下喔 如果你刚刚说的那样子的自己那个小男孩 你是住在哪里呢 小时候住天母 那个时候我妈经营的杂货店 然后那时候妈妈应该是要顾店 对不对 然后妈妈又请你把那个 惠饭要吃完嘛 妈妈那个时候有情绪吗 用想象就可以了 不是因为我对我妈太了解了 对 其实她也没有什么过度的情绪 她单纯只是觉得 你就把它吃完嘛 吃完 你在拖拖拉拉 干嘛 你就吃完那你吃完就可以走 没吃完你就坐在这里 吃完就可以出去玩了 对不对 嗯 那个时候你觉得 用想象的大概几岁 15岁吧 想象喔 真的用想象的就好了喔 现在30几岁的你 走到了那个 45岁的阿末旁边 你看着他吃海鲜烏饭 吃得很痛苦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呢 你不要吃啊 不要吃了嘛 就会讲 我刚刚跟我小孩讲了这番话 对 那4岁或5岁的你 听到了30几岁的自己 跟他讲了这样的话 你觉得他现在感觉怎么样 喔 喔 会开心吗 不会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难 这样想象的原因 是因为我自己有小孩 所以我拿海中大部分 你这样问我的画面 都是我小孩 我跟我小孩讲这番话 他的反应而已 对他有可能就不吃了 但 我也不觉得他们 有能力 去探讨 说到底为什么要不要吃完 30几岁的你阿 现在在看着4岁5岁的自己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再对他说呢 我就实话实说 当然啊 当然啊 我会跟他说 欸我现在在接受催眠 但我觉得这个催眠蛮无聊的 欸 你就不要吃了吧 我先走了大概就这样子的话 ok ok 好 那你刚刚也说催眠很无聊嘛 对就是我此刻坐在这里的感受 你也没有想要睡着的感觉吗 没有因为 我已经对这件事情感受到一种就是 胖拒吗 对因为无聊 就只会想着说 嗯那 对还要问什么问题 对而且在一个讲话的过程中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一直讲话 然后又一直放松 这大概是我们第一次做催眠的这样的过程 那我们现在可以再做另外一个 你也可以分享给萤幕前的朋友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做自我催眠 因为现代人压力大晚上可能会失眠睡不着 那在家里怎么做呢 头往上看 就是你这样子没错 然后脚放好放松 踏平 然后手放在膝盖上面 等一下呢 我一样从一数到二十 但是我数那个数字的时候 你眼睛就闭起来 然后再张开来 开始了 嗯 好 一 好 可以打开来 二 八 如果你想要一直这样闭下去 我想要张开来也是可以的 想像有一道光 从天而降 来到我们的额头 眼睛 我们在一个很舒服的海上面 我把眼睛关掉 然后我们可以再回到小时候 我们第一次吃海鲜会饭的感觉 我现在终于又想起了那个感觉 原来是这样子这么美好的 你现在前面 你的脚可以放在椅子上面 很好 完全的放松 你现在有什么话想要说吗 就是 结束的话 我要去上厕所 OK 好啊 那 好 哈哈哈哈 那先上个正下 我觉得 环境舒适 然后 就是你讲话的那个声音很像 就是 催眠曲 算好睡的啦 总共到底过了多久 一小时整 因为在催眠的时候啊 我们会遗忘时间跟空间 感觉比较像过个二三十分钟这样 是是是 重点是你的心情 有没有比较舒服平静呢 对外界的东西是蛮清楚的 就至少 我觉得垃圾车很吵 我只是要强调一点喔 其实催眠师有没有爱很重要 我很多客户啊 其实上市柜公司的大老板 他们很多秘密不能够跟人家讲 但他们就坐在这个椅子上 哇也是哭得稀哩哗啦的 五六十岁的大老板喔 还有民意代表喔 立法委员喔 现代人好多好需要宣泄的管道 都没有人能够听他们讲话 他们是做了多少坏事 哈哈哈哈 催眠师的功能 不是炫耀我们有多厉害 那个都不对 重点是引导和陪伴 他愿意说出来 就是像阿末 你现在是公众人物 你很有影响力 其实你可以帮助很多人 所以我要考一下这个认照 没有 我今天很谢谢你来 因为你可以帮我们催眠师 做一个正确的釐清 催眠不是 就你就睡着 不是 但我其实还蛮希望 这样子我就可以睡着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跳出来说 我的催眠就是可以让你去做某些事情 或者是我可以催眠你之后 叫你回答我各种问题 这种百分之百都是诈骗 如果他可以保证 我也想要去学 那我一开始其实有听过你的理论 我自己觉得其实是蛮科学的 他其实只是一个建立在信任上的一个聊天 療癒啊 对的确 我跟另一个随便一个人 哪怕我没有证照 我跟另外一个人 我们只要感情够深 对 我如果也愿意花一小时坐在这里 慢慢跟他聊天开讨他 我相信也可以达到 可能你们所谓的催眠效果 其实像我们出门的时候也是有做一点功课 是 我其实查不太到这样一场催眠 正常的市场收价 报价可能会是多少钱 这个是可以跟观众分享的吗 我只能这么说齁 Depend on 决定与这个老师他的经验值 跟他有没有信心 那这样子换一个问法 你遇过最贵的他一小时可能收多少钱 破万 所以也是有老师一场一小时收十万 也有收一百万的 今天他如果愿意花一百万去找一个老师 咨询或催眠 那表示他自己的意愿度非常高 他已经被他一百万催眠了 对 好谢谢老师分享这么多 谢谢谢谢 那我们今天体验已经结束了 整体比我想象中的 评价高满多的 就是在老师的解释之后 我觉得这个催眠的逻辑很OK 就是我们透过爱 关心与陪伴 去引导另一个人 解释自己 说出内心的话 你对自己越了解 我相信 你会做很多事情会更顺利 至少从今天的体验中 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 电影里面都是偷懒的 你透过催眠 你是没有办法控制别人 或者是 问什么人家账号密码 甚至叫他做出指令的动作 这是不曉得谁去幻想出来的 正统的催眠学 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再来就是 关于催眠这件事情 其实我 这样子体验下来 我还蛮推荐的 因为我对这个社会的认知 可能有80%以上的人 对自己是不够了解的 或者是他需要花一些时间 好好去检视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许可以考虑催眠 在一个老师的陪伴下 去好好了解自己的来龙去脉 那如果说 你是很常去 思考你自己来龙去脉的人 那也许你会像我刚刚一样 坐在那里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蛮无聊的 因为老师讲的话 我觉得我平常都思考过 那你在引导我讲一次 好像对我没什么帮助 可是当下这个情境是放松的 我自己觉得可能才过了二三十分钟 结果醒来大家都说 没有不是醒来啦 就是结束之后 大家都说已经过一小时了 会有这种时间上的落差 表示我当下真的很放松吧 就像我们平常睡觉一样嘛 你睡了五分钟很舒服 结果醒来 发现睡了一小时就太舒服了 所以我应该是真的蛮放松的 除此之外 对我还有其他什么帮助吗 嗯 可能在做十次催眠 会有不一样的见解 但今天这样子做下来 我个人觉得 没有帮助我也不会再来 嘿嘿 但推荐你们寻找自我的人可以来一下 我会有很多事 你会有很多事 有一个人想我会有很多事 是因为我会有很多事 我会在这边 有很多事 我会有很多事 我会有很多事 都会不太帮助我 感谢观看